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星期四表示 中国正寻求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法新社报道 美国将中国视为该国主要的长期挑战 并正在加倍努力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 美国分析家甚至认为 比起着重在全球性的角色 中国的野心更倾向于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布林肯当天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举办的论坛上 被问及中国的意图时表示 他认为中国的目标是成为全球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主导力量 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追求的 布林肯表示 从某种意义上这并不奇怪 中国有着非凡的历史 如果观察并聆听中国领导人的言论 就会知道他们正在寻求重新获得他们认为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无论如何 针对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表明 美国将寻求负责任的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 以避免陷入冲突 与此同时 布林肯也再次就台湾局势发出警告 再次呼吁北京停止试图改变现状 有鉴于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 包括作为先进半导体中心 如果中国的行动引发台湾危机 将触发全球的经济危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